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万花楼外无数烟花绽开,映得黑夜宛如白昼。 借着火光,我静静注视着对面栏杆上的一对碧人。 他们其中一位是与我自幼,一同长大的丫鬟翠云, 另一位则是我爹临终前为我定下的未婚夫, 如今权倾朝野的摄政王沈紫妍。 翠云依偎在沈紫妍的怀中,周遭艳羡的目光令她很是受用。 一个谎神,她对上了我的目光。 翠云借着光亮一眼,就认出了我。 她先是震惊,随即整个人被恐惧笼罩, 惊慌失措地避开了我的视线。 一旁的沈紫妍不知同她说了什么, 眼底尽是柔色,翠云慌忙带着她离开了这处栏杆。 这一夜,世人都说永安侯千金找了个好郎君, 为博美人一笑买下京城所有烟花铺子的烟花, 还一致千金包下京城最贵的酒楼万花楼。 只是他们不知, 那位被众星捧月的侯府千金其实是个冒牌货。 而我,才是真正的永安侯府独女,宁是安。 三年前,我父母亡顾, 我自请去山中寺庙为他们诵经祈福, 整整三年,我都没有下过山。 这次下山进京,本想去投奔外祖父, 谁曾想,刚在客栈落脚就瞧见了这一幕。 翠云比我想象中来得要更快些, 想来她在京城这三年也没闲着, 里里外外培养了不少心腹眼线, 不然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 为免麻烦,我包下了一整个院子, 告诉小二平日里除了送饭时不允许进我的院子。 我听小二说, 有个年轻貌美的贵族小姐来找我, 一下子就猜到是翠云。 我将她约在院子中凉亭, 远远瞧见侍女搀扶着翠云走上桥, 她身着华服,满头朱翠。 走路的仪态倒是特意练过, 有几分大家千金的样子。 翠云一来就扑通在我跟前跪下, 小姐,奴婢罪该万死, 你一刀杀了奴婢吧,杀了她。 如今她可是京城人人之小的侯府千金, 怕是我前脚杀了她, 后脚就会被丞相府和摄政王府追杀。 我轻蔑地垂谋, 三年前你说要留在侯府为我守着家业, 这便是你替我守来的结果, 那时我准备上山, 朱颜和翠云都是我的贴身侍女, 按理来说都要陪我一起去庙里。 可翠云却推三阻四, 硬说要留下来帮我守着侯府的基业, 只怕当时就已经打起了鬼主意。 奴婢是有苦衷的, 翠云抓着我的裙摆不放, 每次她犯了错就这样哭一哭, 我总会心软。 她说, 我上山后不久, 侯府收到京城来信, 我外祖母得知母亲去世, 急火攻心, 恐怕时日无多, 非常希望我能进京见最后一面。 翠云找不到我, 只好带着我娘的信物赏经, 她本想要解释, 可被舅舅一家认成了我, 还敢鸭子上架, 让她去晋身世纪。 后来又去了狱前拜见, 害怕欺君之罪的她, 更不敢说实话。 我瞥了一眼她腰间的玉佩, 冷笑一声, 我母亲出嫁前曾管过一阵子家, 她说相府的对牌要是, 是一对阴阳玉佩, 听我这样说, 翠云脸色白了些。 若真如你所说, 你在相府过得艰难, 又怎么会拿到管家权呢? 翠云支支吾吾半天, 知道自己做的事被揭破, 她便又磕头求我念在主仆情义上, 宽恕她的罪过。 我坐定, 轻飘飘地问道, 然后呢? 然后, 翠云眼底露出不甘, 却偏要装出一副纯真的模样, 奴婢知道小姐根本不想 嫁给摄政王才会上山躲避, 不如将错就错, 奴婢替小姐嫁过去, 你的算盘倒是打得好, 朱妍在一旁忍不住嘀咕。 事已至此, 我清了清嗓子道, 我此番静精来得仓促, 并未带母亲给我的信物, 我那把金锁是你保管的, 你且回去取了给我, 我便饶了你的罪过, 在我刚出生时, 外祖母命人给我打造了一把金锁, 上面刻了我的名字, 翠云就是靠这把金锁 博得了相辅的信任。 翠云听出来我上经并没有带信物来, 方才眼中的恐惧逐渐消散, 立马洗行余色。 她忙说, 要回去给我取, 便匆匆离开。 用脚后跟都能猜到, 她肯定不会把金锁给我, 其实何必那么麻烦? 就凭着我与我娘一个母子刻出来的样貌, 凭谁都能认出来我才是真正的侯府千金。 但此时我并不打算回相府, 也不想让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翠云走后, 我望着头顶四方的蓝天, 冲还在生闷气的朱颜玩耳一笑。 来了京城许久, 是该出去转转了, 永安侯府地位于西北滇城, 比不得京城繁华, 侯府的人自然也没见过遍地的御楼金雀。 想来, 翠云就是被极尽豪奢的京城迷了眼, 才起了胆念。 可她不知, 京城也实在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不然为何我爹娘进了一趟京后, 便再也没有回来。 我在山中隐居三年, 为的就是隐去我的踪迹, 好为今日来到京城探查当年爹娘被刺杀的真相。 爹娘临终前, 寄回侯府的最后一封书信中, 说他们拜别了外祖准备动身回滇城, 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 他们为我定下了沈家的婚事。 可我拿到信就觉得不对, 是爹的字迹, 却不是他的语气。 他那样慎重正派的人, 是断不会还没等到沈家下聘, 就将定亲的事写在信里, 若被有心人看了去, 会毁了我的名声。 我本想等爹娘回来再问个清楚, 可我等到的却是他们二人的尸首。 护送的官兵说, 是被刘斐所杀。 爹爹帐下的师爷临走前却偷偷告诉我, 那是金刀商。 出自皇城进军之首。 好, 那我就把皇城翻过来, 为你们报仇。 我带着朱颜在最繁华的几条街上逛了逛, 市井间谈论最多的莫过于昨晚沈子言一致千金, 为博美人一笑。 如今三年校期已过, 两家也过了内吉纳争的流程, 由乡府为翠云做主, 在月底完婚。 朱颜听得越发生气, 一跺脚怒道, 干脆奴婢去把她绑出来, 好给小姐解气, 我笑着捏她的脸。 我不生气, 朱颜脾气暴躁爱冲动, 翠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 这两人在我身边多年, 我也算了解他们的脾气。 我们一直逛到天黑, 才悠哉悠哉地往客栈走去, 路上人烟渐渐稀少, 整条小巷中回荡着我与朱颜的脚步声。 突然身后一阵寒风袭过, 我尖叫一声转身, 虚余间荧光闪过, 尖刀擦着我的颈边刺了过来。 身后四个黑衣大汉各个手持利刃, 一起向我进攻。 朱颜拉着我的手向前跑去, 跑得我嗓子快要吐血, 但我脚下的速度不敢慢, 时刻保持着让后面的人追不上 又甩不掉的速度。 去城门, 我冲朱颜喊。 我们沿着长街跑去, 直到我听到不远处传来的马蹄声, 嘴角扬起一抹笑。 终于等到你了。 双腿一软, 我跌倒在地。 救命啊!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喊, 身后的四个刺客都是冲着我来的。 为首地毫不犹豫地向我砍来, 就在刀马上要落下之时, 一只利剑划破虚空, 结结实实地扎进黑衣人的心口。 前方一行皇城侍卫护送一位锦衣男子骑马而来, 男子手中紧握长弓, 他摆了白手, 剩下的三个刺客也被侍卫解决掉。 男子翻身下马, 亲自将我扶了起来, 在看清我的脸时有一瞬间证然。 此时在我眼前的男子, 正是六皇子宇文佩。 当今六皇子最重笑道, 每月都会去宝华寺为陛下诵经祈福, 一直到夜里才会回城, 我今日是专程等他的。 公子救救我, 我是永安侯府的侍女, 我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宇文佩的衣袖。 你是侯府的人, 怎么不在宁石安身边, 六皇子皱了皱眉。 我解释说, 我听闻小姐不日将要与神子言完婚, 想起夫人留给小姐一盒首饰作为嫁妆, 便急匆匆带着宝物进京。 谁知相府当我是来打秋风的, 甚至连大门都没让我进, 我更没见到小姐的面。 只怕你家小姐也不想见你的面, 六皇子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心中警铃大作,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他也早就怀疑翠云的身份。 宇文佩将我带回了他在京城的住处别园。 他告诉我, 他会尽快带我去找主人的, 在此之前, 我可以安心住在别园。 我猜今晚的刺客是翠云派来的。 一次不成他, 肯定会来第二次, 别园倒是比客栈更安全。 他将我安置在偏院, 临走时看着我的脸犹豫在三道, 我总觉着你像一位故人, 殿下怕是认错了。 奴婢自出生起, 就没离开过滇城, 我笑了笑。 宇文佩想是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很荒谬, 若有所思地离开了我的院子。 众人一走, 院子里只剩下我与朱颜。 朱颜不解, 小姐, 咱们为何要舍尽求远来六皇子府上? 干脆杀到相府揭穿翠云吧。 朱颜你可还记得, 爹娘当年进京前问过我, 想不想嫁给六皇子做皇子妃? 朱颜打去笑道, 当然记得, 那时奴婢和翠云还满大街去帮小姐买六皇子的画像呢? 爹娘告诉我当今陛下身子不好, 朝政都把持在摄政王手中。 六皇子人品贵重, 可堪为储君, 可他身后势单力薄, 若我能嫁给他, 并能助力他登上太子之位。 他是我对情爱懵懂之时第一个记挂在心上的男子, 当时我只认为, 他便是要与我度过余生的人。 可爹娘去了一趟京城, 我未来的郎君就换了人。 所以我猜, 六皇子府一定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朱颜性子爽朗, 快言快语, 很快就与府里的老人打成一片, 时常在一起吃酒。 这日朱颜将几个老嬷嬷请到我们院中吃酒, 我们俩几坛子酒灌下去。 老嬷嬷们都面露红光, 听闻当年永安侯府和六皇子也有意结亲, 你们可听说过, 朱颜趁机问他们, 谁知其中一位嬷嬷必知不及, 盲白首道, 可快别说了, 我们殿下如今是听不得一句永安侯府, 当初说要与我们结亲的是你们, 转头又许给了别家, 就是就是, 你家小姐刚进京时, 我们殿下还设宴邀请过她, 她压根没来赴约, 几个嬷嬷嘴巴舌地说着, 话语间都是对侯府的不满。 可侯府也从未正是向六皇子求亲, 就算又许给了别人, 也不该是侯府的错吧, 我出言洋装抱不平。 在府里年头最久的黄嬷嬷立即纠正我, 侯爷夫妇三年前亲自上门提亲, 离开后我们殿下就着手准备迎亲, 为了你家小姐, 别缘都修缮了一番, 而这些, 我竟都不知。 或者说, 除了别缘这些下人, 六皇子也没打算让外人知晓此事。 这一晚我们将几位嬷嬷灌个烂醉, 以至于六皇子回家后连口热水都没喝上。 他亲自带小丝来提人, 瞧见桌上一片狼藉的杯盏, 半蹲在我面前, 脸上却看不出钉点怒意。 你在侯府时, 你家小姐也纵得你这般肆意妄为, 或许是我的错觉, 总感觉他嘴角还挂着笑意。 我忙低下头, 都是奴婢的错, 我家小姐平日里最守规矩。 他本来就不喜欢永安侯府, 可不能在雪上加霜。 就在我以为宇文佩要放过我时, 他竟静止在我对面坐下, 指了纸桌上的酒杯。 我心里直打鼓, 为他倒了一杯酒。 宇文佩自顾自地喝了起来, 两盏烈酒下肚, 眼神也变得迷离起来。 你家小姐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不禁失笑, 京城总有宴会, 殿下想必已经见过我家小姐, 何必再来问奴婢呢? 我总觉着, 他与我想象中的宁时 安有很大不同。 听闻侯府独女洒脱刚毅, 在边民中急受拥戴, 甚至比许多男儿都要出色, 宇文佩欲言又止。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想说宁时安在如何, 也不该是翠云那副德行。 京城中一茶, 接着一茶的诗会雅集, 翠云只要去两次, 所有人便知晓, 他肚子里有几斤几两墨水。 即便他学我学得再想, 例子学不到, 依旧是一副华丽的空壳。 难道殿下是想说, 如今像府里住着的, 不是我家小姐, 我反问, 是或不是又有什么区别呢? 再有十日便是你家小姐大婚, 我会在当日送你去她身边, 宇文佩丢下这句话后, 便起身离开。 若我是宇文佩, 当下就拿着翠云的画像去滇城, 说不定还能赶在大婚前问出她的身份。 方才一直倒在一旁装醉的朱颜笑盈盈地坐起身, 道。 小姐, 六殿下喜欢您, 其实做六皇子妃也未尝不好, 打住, 她感兴趣的是永安侯府您食安, 不是我, 翠云和沈子言大婚, 算得上是京城最近数一数二的大事。 大婚当日万人空相, 长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侯府并未来人送嫁, 翠云是从相府出的阁, 连她的嫁妆也都是相辅老夫人为她置办的。 我跟在六皇子身边一同到了摄政王府, 她是上宾, 被一路引着进了堂上官礼。 今日京中半数以上的达官贵人都来了大婚现场, 就连皇后娘娘也派了近身内侍前来恭贺, 当真是好大的排场。 锣鼓喧天, 外面一对碧人拉着红绸缓缓走了进来。 那日在酒楼上匆匆一瞥, 只看到了沈子言的轮廓, 今日看得倒是真切。 她一身暗红色昏符, 见眉星目, 目若朗星, 怪不得翠云爱她爱得死去活来, 怎么都不肯松手。 我站在宇文佩身后, 在他们经过时察觉到了一道目光从我头顶落下, 在抬头时, 沈子言已经向前走去。 拜了天地, 新娘子和新郎被簇拥着进了婚房。 按照我朝习俗, 大婚当日, 宾客们要来闹洞房, 她本不想凑这个热闹, 不过为了带我过去, 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婚房。 翠云首举着团扇站在沈子言身边, 众人纷纷上前说着吉利话。 这里唯有六皇子身份最是尊贵, 她倾壳一声, 一时屋里的视线都落在她身上。 如今新欢就爱在婚房相遇, 多少双眼睛都等着桥热闹。 本宫为王妃准备了一个惊喜, 宇文佩将我拉到身前, 几日前本宫偶遇了王妃的婢女, 她说有一样东西要呈给王妃, 我端着母亲留下的首饰盒, 款款走上前, 在翠云的前面站定。 小姐, 奴婢终于找到你了, 我激动地喊她。 翠云手一抖, 险些将团扇丢出去, 她将脸挡得死死的, 不肯与我碰面。 神子言见状将翠云护在身后, 怀疑的目光在我和宇文佩身上打转。 六殿下这是何意, 我又上前了一步道, 奴婢是翠云, 特意上经来为小姐送侯夫人 留给小姐的嫁妆。 小姐不记得奴婢, 难道还不记得侯夫人留下的首饰盒了吗? 我娘留下来的首饰盒, 是先皇后宫中旧物, 有眼尖的人已经认了出来。 翠云光是听到我提及她的名字, 就已经吓出一身冷汗, 她颤颤巍巍地将团扇拿开, 纵是上了妆, 也难言惨白的脸色。 我一把将首饰盒色进她的手中, 贴在她的耳边轻声道, 说话呀, 王妃, 翠云扯了扯嘴角, 强装镇定, 你有心了, 既然你是王妃的婢女, 日后便留在王府, 好好照顾王妃。 沈子言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待宾客们都离去, 翠云终于泄了气, 跌坐在昏床上。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翠云也不再伪装, 气急败坏地瞪着我, 如今我已经嫁进王府, 你休想再把子言抢走, 我冷笑一声, 我压根不在乎什么王妃之位, 对沈子言更没兴趣, 那你想要什么, 看着翠云不解的眼神, 我笑着拍了拍她的小脸, 贴心叮嘱, 别问那么多, 做好你的摄政王妃, 毕竟知道的越少, 才能活得越久。 今晚是沈子言和翠云的洞房花竹叶, 酒宴结束后, 本该出现在昏房的沈子言, 却扣响了我的房门。 门外的男子长身玉立, 月光倾洒在他的鬓发上, 清冷浊然, 奴婢见过王爷, 我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 王爷可是走错了, 王妃的屋子在隔壁, 宁时安, 本王派人寻了你整整三年, 这三年你究竟去了何处, 沈子言压低了声音, 可从他红袍下微微颤抖的指尖, 还是暴露了他此时的心情。 果然, 能坐到摄政王的位置, 沈子言厥不是个蠢的。 早在翠云来客栈打听我的时候, 暗卫就察觉到有另一伙人也在跟踪我, 只是对方似乎并没有要伤害我的意思。 现在看来, 那伙人就是沈子言派来的, 那晚万花楼烟火绚烂, 可惜看烟火的两个人都个怀鬼胎。 王爷认得我, 我仰头问道, 三年前, 你爹娘为你上京求亲, 当时我见过你的画像, 你与侯夫人生得实在是像, 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翠云时, 就知道他不是你。 沈子言解释说他命人去滇城找了我几个月, 始终没有我的音讯, 他担心杀害我爹娘的那伙贼人盯上我, 便只好任由翠云冒领我的身份。 有了翠云这个挡箭牌, 想要伤害我的人便能转移注意。 本王回答了你的问题, 你是否也应该坦白, 为何要假冒身份进入王府, 沈子言还是谨慎多些? 我用早就准备好的说辞解释, 我的信物都在翠云手中, 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 只能先找办法进入王府。 沈子言文言伸出手, 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拉住我的手, 握在掌心, 再给我些时日, 我一定把属于你的都还给你, 这样温柔的神色, 那日在万花楼上我也见到了。 沈子言叮嘱, 我先不要跟翠云起冲突, 她如今背后有相府撑腰, 外祖家的人很是信任她。 翠云的丫鬟见沈子言没有回婚房, 便在内院中四处找寻她的踪迹, 眼瞧着就要朝这边过来。 沈子言匆匆离开, 才刚离开两步又折返回来。 对了, 当年你爹娘一开始 确实想为你定下和六皇子的婚事。 只可惜她为了个女人闹得很难看, 是你爹娘主动退了婚, 本王也算不上横刀夺爱, 这件事我倒是第一回听说。 昨晚是翠云和沈子言的新婚之夜, 新郎官借口醉酒去书房睡了一夜。 想是心里不痛快, 翠云一大早就将我叫过去搓磨, 身为奴婢比主子起得还晚, 信不信我马上把你赶出去, 翠云一见到我就力声威胁。 朱颜见我受辱, 忍不住道, 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 翠云见状也不再伪装, 轻蔑地笑着, 如今侯府的信物在我手中, 相府上下也指认我, 你能奈我何? 他让两个身强体壮的嬷嬷将我和朱颜拉出去仗泽。 我给朱颜使了个眼色, 他手上飞快地点了一位嬷嬷的穴位, 那位嬷嬷瞬间瘫软倒地, 连带着旁边几位嬷嬷摔成一团。 一帮老废物,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翠云指挥他身边两个贴身丫鬟去拉我。 他则亲自起身去拿棍子, 不顾身份也要仗则我。 看着他向我冲过来凶狠的眼神, 我突然想起他六岁那年, 也是一样的晚秋时节。 他偷吃了侯府带去庙里的摘果, 被管家责罚, 也是一样粗的棍子, 我扑过去替他挨了好几下。 如今我们长大了, 同样地打我不会经历两次。 翠云手中的棍子毫不留情地砸了下来, 就在我准备出手之时。 一只手及时地挡在我身前, 一把抓住了棍子。 神子岩的手腕青筋毕露, 抓过棍子丢在一旁, 眼底尽是狠利。 你在干什么? 兴许是从未被神子严凶过, 翠云被吓得一愣。 玄疾解释, 我只是教训不听话的下人, 神子严只淡淡瞥了我一眼, 冷声道, 王府自有王府的规矩, 你身为王妃不该自降身份, 诚挚下人, 有损王府颜面。 我心中不禁嘲讽一笑, 这对男女倒是天作地设的一对, 都一样会演戏。 明明在场的人都知道彼此身份, 可还要装出无知的样子。 翠云还想为自己辩解, 可神子严却没耐心听她讲下去, 抬手止住了她的话。 我有话同意说, 其他人都别跟进来, 严罢, 神子严就先一步进了房间。 有机会与神子严独处, 翠云欢喜地提着裙摆紧跟其后。 我瞧着紧闭的房门, 嘴角含笑对身旁的朱颜道, 你信不信, 马上她就要来求我们了。 啊, 朱颜瞪大了一双姓眼, 眼里写满疑惑。 当晚翠云独自一人来敲了我的房门, 她手中捧着一个首饰匣子, 是当日她大婚时我给她的, 里面是我娘留给我的陪嫁。 她一进门就跪下, 将首饰匣子高高举过头顶。 王妃深夜前来, 所为何事, 我坐下等下, 饮了一口茶。 为了等她, 可是困死我了。 奴婢前来请罪, 连同侯府姓武和侯夫人 留给小姐的陪嫁, 一同物归原主, 翠云声音细弱文盈。 白天不是还很神气吗? 怎么现在突然来请罪? 今日小姐走后, 奴婢始终觉得良心难安, 遂前来请罪, 我实施然起身, 走到翠云身前, 弯下腰一把捏住她的下巴, 笑盈盈地望着她那双好看的毛子。 一字一顿,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原谅你, 只要小姐能原谅奴婢, 让奴婢做什么都可以, 将王妃之位给你, 亦或是去王爷那里说清楚, 都可以, 看来, 神子言已经揭穿了她的身份, 可又为什么继续留着她呢? 你让我考虑一下, 我态度缓和了一些。 翠云松了口气, 突然问, 当年侯爷临终前, 可有托付给小姐什么重要的东西, 到底是她太着急了? 我一试就是出来了神子言, 引而不发的原因。 她根本不在乎我和翠云谁是真正的宁石安, 她在乎的是宁石安手中的东西。 永安侯府虽然偏居滇城, 可手中却握着极为重要的一样东西, 兵符。 这个兵符可以调动永安侯府十万兵马。 在爹娘离世后兵, 伏便不知所终, 因为爹娘只有我一个女儿, 所以神子言自然认为兵符在我手中。 我脸眸, 脸色沉了下来。 我只是暂时没想好怎么处置你, 不代表你可以过问我的事。 翠云紧攥着的双手暴露了她。 我猜白日里, 神子言向她要兵符, 她没能交出来, 神子言便给她下了通牒。 不然她也不会大晚上来演这一出戏。 神子言肯定是告诉她, 若是她能拿到兵符, 她依旧可以做她的宁石安。 而我, 自然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翠云气轰轰地离开我的房间, 正好撞上进门来的朱颜。 白日里, 我让朱颜出府为我查了一件事, 如今看她义愤填膺的模样, 怕是已经查出了个结果。 奴婢已经打听清楚了, 三年前, 六皇子确实看上一个宫女, 为了她还闹到了陛下面前, 奴婢真是看走眼了, 竟觉得她对小姐一往情深, 这皇城里的男人, 还真是不坦率。 难道真如神子言所说, 当初爹娘就是看到六皇子在感情上不堪托付, 这才转而将我许给沈家。 如果是真的, 那沈子言或许没有骗我。 一连两日, 翠云总是想方设法地从我这里打听兵符的下落。 眼看着明日就是归宁日, 沈子言特意吩咐让我一同前去相府。 这下翠云终于坐不住了, 直接带人冲进我房间, 开始大肆搜查。 给我找, 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 翠云这个猪脑子, 竟然苟急跳墙来搜我的屋子。 我靠在门框上, 悲哀地看着她。 你应该还不知道 沈子言想要的具体是什么吧? 如果她知道, 就不会大动干戈地在我房间搜查。 翠云闻言停下动作, 气冲冲地向我走来。 你知道王爷要的是什么东西? 快点交出来, 否则我杀了你, 那一瞬, 我真的在翠云的眼里看到了杀意。 你杀了我, 依旧得不到那个东西。 因为这世上只有我知道她在哪里, 我昂首轻蔑地看着翠云。 这场闹剧最终以神子言赶来制止而结束。 她就像是踩着点来一样, 进门就命人将翠云拖走, 着急地拉住我的手。 时安, 你没事吧? 我小声嘀咕, 来得还真巧, 我才刚说东西在我手里, 它就立刻出现了。 若是我刚才不说那番话, 或是被翠云找到了兵符, 怕是神子言会立即下令杀了我。 翠云被神子言关押起来, 我并没听到对她的处置, 只是如今她在神子言那里 已经没了利用价值, 生死都在她一念间。 夜里,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院落。 翠云的贴身丫鬟跌跌撞撞地 从正屋里跑了出来, 口中喊着王妃没了。 翠云死相极惨, 据说是服毒自杀, 浑身上下溃烂不堪, 想必死的时候很是痛苦。 虽然早有准备, 可是当翠云的尸体被抬出来时, 还是令我惊骇。 就算翠云是假的侯府千金, 好歹也和神子言好了三年。 万花楼上一致千金, 甚至还为她求来了圣上的赐婚, 我甚至一度都怀疑她真的对翠云动了心。 朱妍在一旁也被吓得脸色发白, 对我小声嘀咕, 虽然翠云可恨, 但王爷下手也太狠了, 他一定是恨极了。 是啊, 若是刚知道被骗还情有可原。 但神子言也不是第一天知道自己受骗, 却下了这样的狠手。 只能说明, 这也是神子言给我的警告。 若是我没能交出兵符给他, 只怕下场会和没用的翠云一样。 神子言不知何时来到我身后, 脸上看不出一丝波澜。 今日是回门之日, 王爷打算如何跟相府交代呢? 我问他, 神子言一脸恳切地看着我, 自然是各归其位, 但你拿回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他想带我回相府。 我眼尖地看到丫鬟里, 有一个翠云从相府带来的陪嫁, 当初同翠云一起来客栈找过我。 应该知道翠云假千金的身份。 他察觉到我的眼神, 吓得目光闪躲, 我招招手让他过来。 倒是差点把你忘了, 我含笑看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丫鬟慌忙跪下, 悉行到我身前, 不住地磕头求饶。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都是二小姐, 不对, 都是那个贱婢逼我的。 我只是问你, 叫什么名字, 我有这么吓人吗? 奴婢叫绿秀, 行, 等下你陪我一同去相府。 我从未去过外祖家, 不过听母亲时常提起, 外祖母非常疼爱她这个女儿。 我每年生辰的时候, 外祖母都会为我精心准备许多礼物送来滇城。 比起舅舅家的几个表兄, 外祖母更疼爱我这个孙子辈唯一的女孩子。 想必翠云正是利用这一点, 将相府的掌家权都握在手里。 马车浩浩荡荡地来到相府, 沈子言伸出一只手, 牵着我下了马车。 门口等着几个贵妇人, 想使我蒙着面纱, 他们的注意力又都在沈子言身上, 故而没人察觉到我有什么异样。 这两位是大夫人和二夫人, 笑着的是二夫人, 不笑的是大夫人, 绿秀在我耳边小声介绍。 原来是我的两位舅母。 院部的大舅母笑不出来, 原先她是相府的掌家, 翠云来了以后将掌家之权 从她手里夺了过来。 如今翠云出嫁, 大夫人还以为自己熬出了头, 谁承想翠云静哄的老夫人转手 将对牌钥匙给了二夫人。 线下她能站在这里迎接我, 已经相当体面了。 二夫人热络地上前, 拉住我的手, 壮若轻易地主动迎接我进门。 你大舅母又在家里闹了, 等下你去跟老夫人说说, 趁早让她分家出去。 二夫人一边走一边小声同我说, 我将手从她掌心里抽走, 一言不发地回到沈子言身边, 二夫人先是疑惑, 随即一脸恼火。 进了礼院,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被众人搀扶着走了出来, 一口一个心肝肉地喊着, 想必就是我的外祖母。 你怎么还戴着面纱? 老夫人眼里的担忧不假。 二姑娘如今嫁入王府, 身份大有不同, 都不以真面目示人了。 二夫人还在记恨 刚才我不搭理她的事, 可千万别忘了自己原本的身份, 我悠悠地看了她一眼, 这是在威胁我呢。 翠云不过是有点小聪明, 又贪财了些, 要做出顶替贵女身份这种事, 少不了背后有人为她谋划。 看来二舅母和此事脱不了关系, 方才我不过是拒绝了帮二舅母劝说外祖母, 让大房分家出去, 二舅母怎么就记仇了呢? 我故意大声说, 二夫人没想到我会当众揭破, 恼羞成怒指着我, 你疯了不成。 你真以为我怕你吗? 你这个贼妇人, 一心贪图向府家产, 还想把我们大房赶出去, 大夫人也撕破脸, 同二夫人吵了起来。 如今这屋里很是热闹。 小贱人, 我让你胡说八道, 二夫人冲过来就要打我。 我后撤了一步, 她的手刚好打在面纱上。 面纱滑落, 我抬眼看向众人。 二夫人惊呼捂住了嘴, 其余众人也无不露出惊讶之色。 老夫人惊道, 婴儿, 是我的约回来了。 王爷,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为何与侯夫人长得如此相像? 大夫人是唯一冷静的人。 转而问沈子言。 沈子言, 愤怒, 本王倒是要问问相府, 究竟怎么回事? 为何要欺瞒本王? 欺瞒圣上, 我差点笑出声来, 这四孩真是甩得一手好锅, 在相府发难之前先将锅甩给他们, 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我在外祖母面前跪下, 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外孙女不孝, 欲下不言, 以至于身边的奴婢与外人勾结, 摒替了我的身份, 欺骗了外祖母三年。 如今我这张与娘亲极为相像的脸说出来的话, 就算是荒唐, 也很难让人不信。 外祖母到底是坐镇整个相府的人, 她将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在她身边坐下, 定定地看着我的脸。 孩子, 你细细地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将翠云顶替我身份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只是为提及我此番上经的目的。 我身上的侯府信物被翠云偷走许多, 如今只剩下一些西年与外祖往来的书信, 我一直戴在身上, 外祖母看过那些信, 确实是母亲和外祖家这些年的书信, 做不得假。 大夫人见状, 忙向沈子言讨好卖笑。 我们家也是被翠云蒙蔽的, 冤有投债有主, 王爷也怪不到我们头上吧, 翠云不过是我身边的贴身侍女, 对京城知之甚少, 若非有人与他理应外合, 他一个人又怎么能设计得如此天衣无缝? 我淡淡道。 二夫人心虚地说, 说不准是你们侯府的人设计的, 我们可是全然不知。 我笑了一声, 方才二舅母不是还口口声声 让我别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现在又说全然不知呢? 二夫人一副无赖嘴脸, 你们把二姑娘叫出来对质, 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宁实安? 我立即道, 她来不了, 你们把她怎么了? 蹊跷流血, 暴毙而亡, 一直默不作声的神子言冷冷道。 这下二夫人傻了眼, 被吓得半死, 她没想到王府处理得这么快。 最后还是外祖母放了话, 说是一定会给王府一个满意的说法。 二舅母被两个嬷嬷强硬地拉了下去, 没过多久, 就传来她失足溺毙于池塘的消息。 京城的大门大户, 这种事传扬出去总归不好听, 秘密处理了还能保住面子。 外祖母极力挽留我住在乡府, 但我都一一拒绝, 杀害我爹娘的凶手还没找到, 我还要回王府。 我们离开时已经是傍晚, 神子言没有骑马, 与我一同坐马车回去, 他默默牵起我的手。 我下意识想要退缩, 却强忍住不适, 没有推举。 想使我的行为默许, 神子言整个人看起来轻松不少。 阿宁, 你愿意留在我身边真好, 日后我定好好待你, 你就是王府唯一的女主人, 则花言巧语。 我壮若害羞地低下头, 小声说, 既然爹爹为我定下了婚事, 那我便是王爷的妻子, 自然要留在王爷身边, 马车猛地一刹车, 我险些被丢出去, 神子言及时地抓住我的肩膀, 将我拉了回来。 一个年轻女子上了马车, 她衣着华贵, 看起来就不是一般人。 她瞥了我一眼, 欲言又止。 神子言点点头, 阿宁是自己人, 你但说无妨, 陛下今日用过晚膳后便昏倒了, 听太医所言情况不妙, 怕是就这几日了, 贵妃娘娘让您趁早做打算, 女子是贵妃身边的侍女。 原来神子言在后宫中的眼线一直是贵妃。 贵妃虽宠惯后宫, 却没有子嗣, 她与皇后向来不对付, 若皇后生的六皇子继承大统, 皇后肯定不会给贵妃什么好果子吃, 所以贵妃将保押在神子言身上。 神子言面色凝重, 陈生说, 可我如今手里只有禁军一万人, 而六皇子的舅舅可是大将军, 此时启示并不稳妥, 禁军在神子言手里。 还请大人回去告诉贵妃, 请她静候加音。 我突然对那名女官说, 她眼神不善地瞪着我, 被神子言哄着下了马车。 她一走, 神子言就按捺不住野心, 忙问我可有什么办法。 我一言不发就开始宽衣解带, 倒是将神子言吓了一跳, 她怕是没想到我们编程的女子这般开放。 但我只是拉开了一侧领子, 露出心口上的皮肤。 雪白的皮肤上有着壮弱地图的刺青, 我只给神子言看了一部分。 当年爹娘离世后, 我恐自己一个孤女, 守不住侯府偌大的产业, 便请一位术师帮我撕了这张藏宝图, 将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藏在里面。 若我死了, 这张图就会立即消失, 神子言喜上眉梢, 这倒是个好办法, 既能防止贼人偷盗, 又可以防止他们对你不利。 所以咱们现在就启程, 兴许能赶在陛下宾天之前回来, 我冲神子言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会一直陪着王爷的, 当晚神子言辩带着一行暗卫乔装改办离开京城, 我同他一起。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了三天路, 我在马车里屁股快要被颠成八半。 终于在第四日的黎明, 我们来到一座孤山下。 这座山上有一个寺庙, 三年来我便住在那里。 此处是我永安侯府的机密, 只能王爷一人同我前往, 我下车对神子言说。 神子言白手让随行, 护卫站在原地。 他独自与我上山, 我引着他来到后山, 一处僻静的院落, 院子打扫得很干净, 却无人居住。 三年来, 我就是在这里吃斋念佛, 为我爹娘祈福, 我说着推开了小院的门。 正屋桌上摆着我爹与我娘的牌位, 神子言看到时脚步一顿, 随即上前拱手行了一礼。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见过岳母大人, 我用手帕替他们的牌位 悉心擦拭灰尘, 不过好在这里十分整洁, 并无灰尘。 阿宁,时间紧迫, 你还是快些带我去拿兵符吧, 神子言终于耐不住性子了。 我却充耳不闻, 自顾自地说, 这三年来, 我日日在佛前祈求, 你猜我求的是什么? 必然是希望万事如意, 岳丈和岳母早登极乐吧, 神子言回答得很是敷衍。 我勾唇一笑, 我求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在爹娘排位前, 手刃仇人, 神子言眉头一皱, 就要去摸腰间的配件, 想必拔剑就是他与暗卫的暗号。 正说着, 一个身穿玄色短衣的年轻男子便提着刀进了院子, 风神俊逸, 气宇轩昂。 他的刀刃上还残留着血迹, 这小子不老实, 他的人一直在后面跟着你, 都被我解决了, 我冲来人点头示意, 师父, 好久不见, 男子名叫刘长生, 是一位年纪轻轻就隐居的侠士。 不过, 听说是因为他年轻气盛四处掐架, 被武林封杀, 只能在此避世。 三年前, 我多处打听来到此地, 为的就是拜入他门下, 向他学习武功。 沈子言这时已经反应过来, 不可知信道, 你骗我, 这里根本没有兵符, 我只说这是一张藏宝图, 却从未说过兵符就在这里, 是王爷会错了意, 怎么还怪起我来? 我悠悠笑着, 笑意却未达眼底。 其实我也担心, 沈子言会不相信, 我的话, 可我实在太低估他的野心, 眼见着皇位就要拱手让人, 他当然不肯。 我气定神贤地说道, 这个时候满朝清流应该已经联名上奏, 请求立六皇子为太子, 若有奸命阻挠, 我们永安侯府的十万大军随时恭候, 沈子言惊诧, 你把兵符给了六皇子。 他当初那些事难道你也不在乎了? 六皇子那件事只能说明他在感情上是个不堪托付的人, 但比起你这种卑劣小人, 显然他更适合做皇帝, 我从袖口中拔出短刀对着沈子言。 三年了, 我隐忍了三年的恨终于能发泄出来。 早在别缘的时候, 六皇子便与我坦白, 他查出来翠云并不是真正的宁石案, 而且他手中还有当年我爹娘留给我的绝笔信。 翠云刚上经的时候, 他就打算将信交给翠云, 可他却根本不搭理六皇子, 之后他怀疑翠云的身份, 就一直没有交出来。 我拆开了尘封许久的书信, 原来爹娘当初已经知道难逃一劫, 于是他们匆忙间只能将信托付给六皇子。 信中说, 神子言几次拉拢不成以生杀心, 京城内外都是他的人, 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我看到这封信时能够尽全力帮助六皇子。 六皇子虽然心软, 却也重感情, 不失为一个好君王的料子。 为了将神子言支开, 我和六皇子做了这个局。 其实, 皇帝根本没有时日无多, 不过是皇后给他下了要造成的假象, 只能维持一日。 等神子言被支出京城, 六皇子的族人就帮他联络朝中清流, 一起上奏请求皇帝立六皇子为储君。 若神子言在, 肯定会百般阻挠, 但此时神子言远在千里之外, 等他知道时圣旨已下, 再无回旋之地。 最后重中之重, 就是我的复仇。 神子言身边的暗卫都是个鼎歌的高手, 好在我师父挑战武林无敌手, 量他也舍不得我这个唯一的徒弟挂掉, 所以他一定会出手相助。 现下神子言孤立无援, 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你杀害我爹娘, 还伪造书信, 设计让我嫁给杀父仇人, 卑劣至极, 没有一点人性。 像是老天都听到了我的祈求, 给我机会亲手杀了你, 我瞪着神子言, 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神子言剑撞拔剑冲我杀了过来。 他面露凶色, 杀意扑面而来。 我抬手用短刀轻松接下他一击, 并抬脚将他踹了出去。 神子言不服嘲讽, 本王都调查过, 你不过跟你父亲学了一点骑射, 而我可是清风派掌门的关门弟子, 你们还想杀我, 痴人说梦, 在我身上, 神子言似乎总有盲目的自信。 你们的掌门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更何况你, 刘长生努了努嘴, 徒弟, 笑他, 得了令我也不再磨蹭, 飞身上前和神子言缠斗起来。 一个侧身, 他的手臂被我划了一刀, 伤口并不深, 我纯粹是为了羞辱他。 就这样他身上被我划了数十刀, 衣服已经被鲜血染红, 他的额头上也满是细密的汗珠, 身子摇摇欲坠。 要杀就给个痛快, 神子言咬牙向我冲了过来, 被我一脚踹翻在地, 我抓起他的手就扎了几个窟窿。 就这样杀了你, 岂不是便宜了你? 我要你在我爹娘的灵前 看着自己血尽而亡, 我拖着神子言来到牌位前, 他每每想要起身, 我就再戳他个窟窿, 最后他只能瘫倒在地, 一点点等着生命流逝。 六皇子与那女子, 情深义重, 你这样帮他, 也未必能做皇后, 神子言气若犹思, 虚弱地看着我。 我咯咯笑了起来, 谁说我想做皇后? 他喜欢哪个女子 与我有何干系? 我要的, 就是要让他做皇帝。 神子言果然被我一刺激, 气得直咳嗽, 呕出一大口鲜血来。 他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气急了一口气没上来, 彻底断了气。 我在爹娘的排位前 郑重其事地磕了头。 爹娘, 女儿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三个月后。 陛下驾崩, 六皇子成绩大统。 自设郑王失踪后, 朝中叛党余孽 逐渐被清理干净, 再加上有侯府的兵马相助, 与文配很顺利就登上了皇位。 他和乡府一直没有放弃找寻我的踪迹, 却始终没有我的音讯。 在杀了神子言后, 我便与长生师父一同下了山游历山川。 这天地广阔, 太平盛世, 当然要自在地活着。